大家好 我是桌遊鬍子 人稱桌遊小農的Pocky 那這是我最新出版的彩色尋寶 那這版本呢,已經進化到第三個版本囉 因為最早出的時候是150桌遊展開始的 所以150桌遊展的遊戲大概只有1 3分的大小 那所以这个游戏从150到第二版本月光 月光节的版本还有这个是最终的彩色寻宝的版本 那这版本中的变化除了颜色从两个颜色变成三个颜色以外 而且这个钻石也从小颗变成大颗 还有许多的这个token的配件都变得越来越丰富 那非常感谢这个有150桌球展帮我购买的这些朋友 还有月光桌球节购买的朋友 那因为你们这个参与以及给了一些建议 都让这个游戏呢我愿意再更花多时间去把它进化 让它变得更丰富更有趣 那这就是这个游戏要感谢的地方 那大家也很好奇到底这个游戏它变得怎么样子 变得更丰富那它的规则变得怎么样呢 那我接下来来跟大家解说一下这个游戏的规则 彩色寻宝呢我们是扮演着寻宝猎人 在世界十大奇观里寻找这丰富的宝藏 那在每一个奇观背后呢都会有一些宝石或是钻石或是神秘的宝箱跟钥匙 那游戏设置的话就是把每一个奇观都这样一排一排摆出来之后 把每一颗这个大钻石放在这最上面 每一列放一颗还有最下面呢会有每一个钥匙的标记 或是宝箱的标记物放在下面 好那游戏中你们会看到这很特别的这个牌背 牌背是一个奇观就有三种颜色 那这么colorful就是彩色寻宝的特色 那至于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 比如说以这个比萨邪塔为例 你会发现说这个颜色有红、蓝、紫 那红蓝、紫的意思就表示这牌背里面一定存在着三种颜色的宝石就是什么 就是红色、蓝色跟紫色的宝石 而且每一个奇观都还会有一颗大钻石 还有一个神秘的钥匙或是宝箱 那这是随机配置的 那这就是这个游戏这个牌背的一个提示 让你知道说当你在寻找的时候 它会有什么颜色在背后 好那游戏怎么进行呢 好游戏轮到你的时候呢 你可以做一个行动就是翻两张牌 那翻两张牌的时候就这种场上一起喔 比如说把它这样一起打开来 好翻完之后呢 你还有第二个行动你可以决定要做不做 就是翻第三张牌 那如果你决定好我要翻第三张牌 你就把它翻开来 好这时候你最多的三张牌在场上之后 你就可以把同一种类的宝石或是钻石带走 比如说你把这两个红宝石带走 那你就收集这两个红宝石 或是呢我决定不要我要带这个钻石走 那钻石就会把这张牌带走 而且会把一颗这个大钻石一起带走 就放到你的这个收集的地方 然后呢剩下在场上没有带走的牌就把它盖回去 那这些盖回去的牌呢 就会留下很重要的线索 让下一个玩家或之后玩家都可以去记忆它 那随着游戏进行 某些牌就会一只取走 你就可以去推理说 这牌贝还可能会剩下什么游戏 还剩下什么样的颜色的宝石或钻石在这里面 所以这游戏不只是单纯的记忆游戏 更重要的是如果你懂得推理的话 你也可能只是金鱼脑的话 你也可能有机会赢得这个游戏 那这游戏呢随着游戏进行下去 如果有个特别的例子是当这个钻石牌或是这个宝石 如果你翻出来的状况不是这样 可能是像这样子 你翻到的是一只钥匙 那你就只能把这个神秘的钥匙带走 因为这个有这个漩涡就是在吸引你说你一定要把它带走 所以当你带走它的时候 你就会把连同下面这个钥匙标记一起带走 那未来的时候这些就会盖回去 未来的时候你如果翻到了像是这个宝箱牌 那你收集到一组这个钥匙跟宝箱的这个token 那你就可以获得一个夺宝行动 那夺宝行动呢就可以让你去偷别人的一颗钻石 或是偷别人的一张牌 这就是夺宝行动可以增加互动的地方 那随着游戏一直进行下去 那我们场上如果剩下了十张牌 那就会进行最后一个回合 那最后一个回合结束之后呢 如果分数最高分的人就是成为这个寻宝大师 那每个人都有这个计分帮助卡 那计分帮助卡会告诉你一张钻石牌会有一分 一颗钻石会有两分 那同颜色的宝石呢 累积越多张就越多分 所以同颜色的宝石是很重要的喔 然后游戏中还有提供这个目标奖励 如果第一个人探索到八个地方 你就可以拿到这个五分 那第一个人收集到四个颜色的宝石 你可以拿到六分 甚至这个没有分数的这个钥匙跟宝箱 最后你收集到最多张的人 他也会给你一个这个七分的这个密宝奖励 那游戏呢 除了这个基本的玩法 那如果有些小朋友他觉得有些这个规则太复杂了你可以去掉这个 钥匙跟宝箱的牌 然后让牌的数量变得更少 那变成简易的玩法 那小朋友堆着钻石都会很喜欢 那他们就会变得更容易进行 那我们当然也在这开发中有进行一些进阶的挑战 就是这些 这些特别的这些 这些功能片 那这些功能片呢就是当 当你使用这个黑色正面积分卡的时候 你就可以将来可以获得他 或者他你就可以使用特殊的这个功能 比如说可以翻到第四张牌或是 拿到两色的宝石 好 那这个游戏呢基本上就是这样 那很多的小朋友跟大人玩过150或是月光 真的要再次感谢他们 他们又有时候他们又回来 跟我就是说他们小朋友非常喜欢 所以如果你们有买过150或月光版本的人 你们都可以在粉专留言给我们 那我们可能会有特别的优惠 给你们买这个最新版本的彩色寻宝 那今天的介绍就大家到这边 那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